在環境上的變化 造就了他們現在特有的行為模式 譬如正態 知識上可能沒有少 因為他們的網上有很多知識 還是少了呢? 惹闊了 我覺得他們的眼光闊了 但對事的深度少了 譬如我們再說 十年二十年前 我們要讀中英數社科見忍計 六科 加上體育 七科 音樂八科 但現在所謂的課程 或者我們的課程 很多東西要學的 還有一個懷疑 凡是有什麼清少聯問題的事情 大家都覺得 懷念清少聯朋友很多時間在學校 就在學校做吧 譬如 近來很多學生自殺 大家第一個想到的解決方法是 在學校教精神健康 好了 也不是教精神健康 其實是講防止自殺 下一次如果不是自殺 下一次是上網成癮 突然發現很多人說 我們又去學校教防止上網成癮 又不是 過了一輪又說 現在賭博又好像開始 接下來又說世界盃 然後又說奧運 不如做防止清少年賭博 那你就在學校內 不停地把東西搭高又搭高又搭高 其實時間是這麼多 八點半上課 就八點半上課 三點九六課 就三點九六課 適合就是那段時間 如果你要不停地在學校內 加上題目的話 那你自然對一些事物的了解 當然就聽不到